莊狂 請用一句話來形容自己的天兵老婆 這很重耶 這好眼力 這很可惡 老婆就是很輕鬆兩個字 腦殘比天兵還嚴重 天兵是覺得會很好笑 腦殘就不好笑了 實在是太迷糊了 最後要請我們去看電影 什麼 你在罵我 我家常常會有類似像獅子佬的狀況 就是看到小可一個人 可能站在廚房裡面 然後就呆呆在這邊這樣子 然後我從後面拍她說 老婆你在幹嘛 你幹嘛 我剛剛差點想起來 我要拿什麼東西 你怎麼突然叫我 然後馬上就被罵一個 獅王話 老邪說 你回來啦 獅子了 美人姐好 很開心今天能夠在這邊 跟美人姐一起主持 四方話老實說 是不是 納豆 納豆幹什麼呢對不對 納豆就配個飯吃就好了嘛 那你先來老實說一下 我們看看你可不可以 我跟你講 我最老實了 我跟你講 我比誰都老實 你是不是 做作靠手術就變成了肌肉男 請問你有什麼話想跟他說 好 如果婚前知道老婆那麼天兵 你還願意跟她結婚嗎 這是我的宿命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 我選擇的就是我決定 好不好 老婆我愛你 再來 請問你自己有哪一個優點 說你在女生圈當中 比納豆更吃香 我跟你講 是不是 我們全身的體力 精力旺盛就比她吃香多了 我們打死她 打死她 OK 好 謝謝 我們真的比過納豆回來之前 我們要做一集 讚美納豆跟攻擊納豆的 好不好 是 但納豆將來一定 非常有可能娶到天兵老婆 對 真的嗎 我覺得她挑人還滿瞎的 OK 好 所以有空我們再來講她 今天來到現場的 就是號稱全宇宙最天兵的人氣天團 裡面除了徐小可 一副傻裡傻氣的天兵樣 看似精明的紅白蓉跟珍莉 竟然也都是天兵一組喔 但說到天兵人氣 就不能不提這些苦命人夫 他們的婚姻中 除了要扮演天才的角色 更可說吃盡許多苦頭啊 今天就讓他們 來好好宣洩瑜伽吧 請用一句話來形容自己的天兵老婆 並解釋為什麼 希德 我覺得是 成事不足敗事有 哇塞 哇塞 這很重耶 這好嚴厲 這很可惡耶 像有一次就是 早上 凌晨 早上大概6點左右 我想說 那個 她要帶Phoebe他們出國去玩嘛 然後想 6點怎麼會有電話 反正那種清晨有電話想 都是很不好的事情 接到她電話咧 突然就說 老公 老公 怎麼辦 我說什麼事 你們不在機場了嗎 她說 我拿錯Phoebe的護照了 因為Phoebe換過名字 結果她出國咧 拿了Phoebe舊的護照出國 到了機場 名字跟機票的名字 完全搭不上來 是 她說怎麼辦 因為他們要去新加坡 這個時候咧 我覺得妳神經病 我昨天還提醒妳 要拿對護照 結果還就發生了 這個時候我是在測驗 妳在這一行 對啊 懂不懂 多照得住 等一下 後來呢 文基處理耶 後來有沒有出去 後來還是有出去 就 找一些女兒來幫忙幹嘛 可是那很 真的太誇張了 妳護照是 出國就是護照 代表妳個人 那妳拿了一個舊的護照 不是打開看到照片 就帶走啦 不會去認真看那個名字 我還去那個什麼 寫那個切結書保證函 我有一年呢 要帶小孩去巴黎島 OK 也是明天要出國了 然後呢 今天把護照找出來 我還好 我不是到機場才發生這個事 然後把護照找出來的時候發現 小孩護照過期 那妳更不能出去啊 那這個時候妳就要有一個 副總統的爸爸 對… 沒有啦 因為我還好 我是前一天 所以我還可以透過那個 有那種臨時 緊急給妳一張證明的那個 我透過那個 就還是出去了這樣 所以我也幹過這個事情 可是為什麼這件事情 都要我們女人來準備呢 對啊 而且孩子是一起的耶 帶小孩出去 那我們請問一下 宋達米先生 用一句話形容你的老婆 有多天兵 白龍實在是太迷糊了 不迷糊會嫁給你 說要請我們去看電影 什麼 妳在罵我 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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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妳當時也是喝了假酒嘛 對不對 他常常把過期的東西拿給我們 比方說帶我們全家去看電影 說這電影多好看… 結果到了電影院之後 那個電影不要過期了 嚇騙了 嚇騙了 還有去吃那個養茶也是 有那種卷嘛 吃完了之後呢 說今天這個我請客 然後搞半天 從頭到尾那個卷都已經過期了 常常犯這種事情 就很迷糊就對了 很喜歡幫我們服務 可是每次都方向都錯了 了解 待會兒有機會再跟妳講 但是我們是好心啊 對 好心做壞事 OK 好 Ben呢 一句話來形容我的老婆就是 什麼假懷孕 假懷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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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懷孕喔 沒有啦 不行 不行 因為她每次發生那些 天兵的行為的時候 然後被我戳破 她永遠都是會用懷孕 來當做藉口 真的嗎 因為懷孕 所以永遠都是少肥心 本來就是啊 生了第一個小孩之後 她就說完了 我生了第二個小孩之後 記憶力回不來耶 記憶力又開始不好 筋又變得更粗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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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我家常常會有 類似像獅子老的狀況 就是看到小可一個人 可能站在廚房裡面 然後就呆呆在那邊這樣子 然後我從後面拍她說 老婆你在幹嘛 你幹嘛 我剛剛差點想起來 我要拿什麼東西 你怎麼突然叫我 然後馬上就被罵一頓 其實我有靈異體質 我在等一些東西 好 再來我摸一下潘若迪老師 我老婆就是很輕鬆兩個字 腦殘比天兵還嚴重喔 天兵是覺得會很好笑 腦殘就不好笑了 你們那些事情其實都還算什麼小事 我們家每天都會發生的 其實每天都會發生的 他有時候會把小孩 小朋友關在 譬如說放在房間 或者放在浴室裡面 他忘記在哪裡 他自己會忘記在哪裡 他問我說 老公 拉拉 拉拉剛剛跑哪去 我說你剛剛放哪去 在廁所裡面 你剛剛放哪去 我女兒在玩那個廁所裡面的水 他就把它放到裡面 他自己會忘記在哪裡 好 那我們現在來 第一回合 為什麼老婆可以這麼天兵 在生活智慧方面 我們請希德跟珍莉出場 歡喜願家首先上場 看似金銘的珍莉 到底有多天兵 老公希德 又有什麼抱怨呢 都兩個孩子的媽了 不要再這麼天兵可以嗎 下次不要再犯就好啦 又是多大條的事 聽說做菜很好吃 做菜他 我覺得他的手藝真的是很了不起 先誇獎那個 只要動到火的應該他 沒有一樣會的吧 他可能加個熱水泡麵那個 應該都還OK 有一次他就很好心 就宵夜的時候說 老公…肚子餓 不然我們來吃個水餃好不好 我說水餃 你會嗎 我說水餃那麼簡單 我說你不是只會煮個泡麵嗎 他說不會 那很簡單 好 就去煮囉 煮了大概過了大概20分鐘 端來一碗 我說你這是水餃還是蛋花湯 水餃是不是都一顆一顆了 最後他竟然整個水餃是散的 我說你怎麼煮 他說沒有啊 你說的 就水 水放上去 水餃就丟下去 我說你要等水滾了才能丟下去 沒有 不能等水滾 人家就說一定要那個水放下去的時候 你就要把水餃放進去一起煮 因為這樣子 人家是誰 就是我看那個電視 你看電視 你就亂講 水餃本來是叫水開了才能丟 因為這樣子那個冷凍水餃 它裡面那個豬肉 它會真正的熟 不然它會沒有熟 你知道嗎 你看那是什麼 國家弟弟頻道 還是Discovery 它只願一起煮的時候 它會 你應該那個底下 結果你 好啊 那照這樣煮 煮出來是一顆一顆嗎 對啊 為什麼是 要運氣運氣啊 對啊 這種事情 我是要吃水餃 不是水餃湯耶 對不對 是什麼 是什麼道理 對啊 你認識煮八寶粥 我真的記得我有看電視 人家講說一定要一起下 拜託好不好 我山東人 我吃一輩子餃子了 對 我煮一輩子餃子 沒有水滾了之後 再加冷水 北方人吃一輩子餃子了 哪有說冷水下水餃的 你看 而且要水滾了之後 放三次冷水 對 水餃才會熟透 所以他就是一個習慣 就是他叫我做事 或是幹嘛的時候 他都不講清楚 譬如說他叫我去煮飯 因為我們家那時候 電鍋有點問題 他就說你用那個大同 電鍋煮飯 我說好啊 那怎麼煮 他說你就是一樣嘛 兩杯米就兩杯水 你只要水這樣按住那個米 有蓋過那個手就OK了 然後我就放那個 然後大概沒多久就跳起來 你看 飯沒煮熟 然後他又把我湊麥一頓 因為你外國沒放水對不對 對 他沒講 他沒講 這個是茶室好了 不是 所以我們家用蒸爐 不用那個什麼天爐 還蒸爐咧 還用砂鍋算了 我們家用蒸爐 那你知道現在最新的 也沒有講最新已經出來三年了 可是台灣還很少人用 日本最新的那種蒸鍋 蒸飯鍋 OK 是生米下去 像電子鍋那樣子 那電子鍋是不是都會有蒸氣出來 對 這個是完全不會有蒸氣出來 因為蒸氣再回流到那個鍋子裡面 那個煮飯鍋裡面 那這種煮飯鍋是要 要放水的你知道嗎 也叫電子鍋 可是它是要放水的 所以你千萬不要買太先進的東西 他跟你搖頭 他那邊什麼都沒看過 然後這樣子的鍋 因為它是用蒸氣全部在回流進去 所以它的水分非常的飽滿很Q 什麼爛米煮起來都是月光米的口感 美鳳姐你不要講 美鳳姐 我跟你講 快快快 你現在要重複一組了快快 你剛剛講的他一定全部忘記 你講太多了 美鳳姐你不要講 你看他眼睛已經放空了 你他的聰明睿智 他是沒有辦法吸收的 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炒菜鍋長什麼樣子 我對 我承認我剛才放空了 對 你放空對不對 你看嗎 我就跟你講 你他的睿智 他是沒有辦法吸收這麼多 你知道嗎 他會煮飯嘛 那就交給他就好啦 我就不用你了 不是 你說女生命也太好了 對不對 我現在連Vivi跟Sky都比他會 真的 所以一定要把下一代訓練好 對 Vivi會做煎餅 Sky會炒蛋 就是因為 對 你的功能是在這裡對不對 太誇張了 那為什麼說開車開到水箱沒水 這個又更好笑了